千万不要选以下这几种人 来当你们家的儿媳妇 第一 父母没有退休工资 全指望女儿的彩礼来做养老 你找了之后 你等着吧 要扛两个包袱 第二 这个女孩子 对世界的认知不清醒 她认为男人就应该养女人 她认为女人呢 就应该在家里休息 就应该男人给她钱花 没有公主命有公主病 家里条件一般还特别爱慕虚荣 好吃懒做 这一种女人 她极想要享受古代的男人的开疆拓土 但是她又不能忍受自己的三重四德 这种就不能要 第三种不能选她家里有个不成器的兄弟 而且她又特别爱帮助她的兄弟 一早就是万丈深渊 就有人跟着过杠 像你说的 那没有退休金的父母 他们家的孩子都嫁不出去了 不是他们家孩子嫁不出去了 就是什么锅配什么盖 好对好坏对坏 谁也不挑剔谁 你之所以老是想找那个有钱的 是不是你没钱你想占便宜 说十百吧 是不是吗 讲明白之后我们只有一件事 回来干什么呢 把我的儿女的脚下垫高吗 不等着天下掉馅饼吗 假如你没有嫁妆 就不要要人家的彩礼 你光动不动要人家的彩礼彩礼 彩礼是对一个小家庭的帮扶 不是一个家庭 对另外一个家庭的补贴 给不起嫁妆就不要要彩礼 如果要了彩礼 你又父母给人家扣下了 赔了两长辈子几个盆 你这不是让孩子一辈子中间过不下去吗 我告诉你 我是有儿子也有女儿的 我是非常清醒的 你给我家送彩礼 送二十万 我就给女儿赔价二十万 反正这个钱是对她小家庭来做支持的 来回到对不对 凭什么你生了个女儿 就要吃掉人家男孩家的半生鸡蓄啊